计划 我喜欢英文那个教授 我本来跟那个家伯教授讲 大概五十五十个人 结果今天呢 刚刚朋友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位 一百二十位 贾伯以外要在泡沫 超过一百二十位 他说话来 你来那里 他就不要站在那里 一人说一分钟 不要超过两分钟 给更多人说 这样好吗 今天很难得听到贾伯先生的演讲 说台湾要从知名统治的角度来切入 我是很赞成的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要请教贾伯先生 台湾因为这个实质上 是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定位 才会遭受很多的内外因素来干扰 那这个有人讲说民主化以后 台湾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贾伯先生也讲说 维持现状就是等于实质上的独立 那我请问贾伯先生对这一点 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说因为民主化以后 刚才贾伯先生讲说跟自由是不同 那民主化以后像马云九这个党国主治复辟以后 那这个也很难讲说它是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政权 或者说中华民国已经台湾化 那我请问贾伯先生这一点是有什么看法 谢谢 Jacobs那个叫我教授 请问贵姓 我姓杨 哲学的哲平安的杨哲安 我是台湾医学院教授退休 我现在在画图 现在在讲话 那我讲的就是那个 台湾过去跟美国的那个友好关系 然后有一些台美的那个共同黄域 然后195253那时候有旧金山合约 那这个这个合约之下 因为那时候台湾 台湾的时候 它就有一种那个 就是未定之数 因为它是应该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 是一个它是个战胜国 所以有一个那个 台湾民政武已经在那个台湾的那个 就是网站上面都有 在民政武就是Civic Garment 这个东西是实质上有没有作用 应该教父先生 你应该知道这个这个这个民政武的事情 我就不算说 我就说这个民政武的 你要怎么样去伸缩 让大家知道一下 哎 很对不起 那个陈唐山兄 我叫他兄 因为他其实多五岁 当然要找兄弟兄 他呢 里面这一次来的时候 他有点可惜 就是那个power point 可以容易的达到 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TV 到为什么今天没有 我下次可以再进步一下 谢谢 对 对 严申申讲的 刚才你提到 谢谢你提到这个 我觉得居民政权的分析 我觉得这种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因为最近比如说 有一个人 现在还不错的书 他讲从1947的政府 有40年的专政 突然变成民主 这个这个解释 我觉得不够清楚 所以我觉得 用这个军民级的证券的构造 是是是有用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的 但是书里面也没有 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文章提到了 就是如果你要说 李登辉或者前学变政府的时候 不会提到现在台湾是不是一个新殖民地的政权 英文是 Neo-Colonialism 我想这个导付是不是现在是新殖民地政权 这个不容易导付的 但是既然在马政府可以提到这个问题 以前不会提到这些问题 就是李登辉和前学变政府不会提到这个问题 至少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表示那个多多少少是有变化的 那我本人觉得台湾全部独立是不需要的 已经独立了 那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但是看国际关系方面 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好处的 如果要战争 这个也不一定是好 那我提个例子 在现在的有人说有整式的外交关系 不一定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 不一定会有整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整式的 所谓的整式的外交关系也不一定需要 所以比方说我们澳大利亚拿签证 在全世界比较困难的国家 现在你拿一个文化民国说 你是英文说是台湾的国家 拿来我们的邦师去了 一档天可以签证 那我们所谓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你很快能签证 如果我们澳洲跟大陆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你到我们住那边的北京的大使馆 我知道我们各方面的领事馆 你要签证 你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你要等很久 也不一定会得到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公布 你正式公布 宣布我们台湾共和国 或者什么样子 不一定会有什么进步 不一定会比现在的情况好 而且中共就宣布 如果你们宣布你们台湾共和国 我们要打 会不会打 不知道 但是有这样说法 所以像美国澳洲 都至少大概百分之九十 我想会保护台湾 会帮忙的 他们不一定会 那你自己请他们来 你自己请他们打 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简单的 但是 在 我 如果我是台湾人一样 我会说台湾已经独立了 我们不必宣布什么 那刚才 第二个问题 杨先生的问题 就是 按照 我意识到你的意思就是 就是 就是这些保护的问题 对不对 那按照我了解 就是那个 周金山的条约 跟这个 没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 马正铺也提到 这个台北条约 因为 那个是 中华民国 原来没有参照 这些 周金山的条约 那个台北条约 他 那个黎曼宏 就是 张银县以后的 一个 接班人 说 那个台北条约 非常重要 但是 他的说法 我自己看了 看了 那个原来的台北条约 我觉得 他的 他的解释 不清楚了 也是 无会 那个没有 那刚才提到 那个叫什么 英文 组 安全 公通 防御条约 是不是 那个 那个是 美国 正式认识 中共 以后 过一年就结束了 所以 1978年底 1979年开始的时候 美国就承认中共 那个是 还有一年 所以是1980年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条约 没有效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 蒋经国的政府有点紧张了 所以 他就 那个时候有 资产年 我记得 那个邮票等等都 叫资产年 然后 那个就是 我 碰的问题就是 那个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政府 很紧张 而且 我 我来了 从1965年 一直到现在 那么多年 我常常来 那时候 我看了最排外的一次 真正是排外的 因为他们 因为美国 把他们卖走 但是 所以 那个条例没有了 但是 在1979年 美国国会 就开了 这个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不是一个 简正的 你被 清廉 我们要保护你 但是实际上 它有 台湾 有 美国有义务 是要买武器 给台湾 还有一些 其他的条件 我想大部分的人 以为 这个台湾关系法 实际上是对 台湾有用 有保护的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基本上我想 如果有问题的 不是台湾本人 本国引起的 美国会帮忙 我有一个以前的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 是变成我同事 他论文里面提出来的说 澳洲政府也会帮忙 如果台湾被侵略 澳洲政府也会帮忙 他说至少在情报方面 那以后 他写完 以后 那个维基 维基投入 那个Wikileaks 都正式他这句话 所以澳洲政府也会参加 谢谢